苏北顿时脸色惨白 云锦本来就站在顾念成前方 顾念成想要挟持他 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自己如果不答应 顾念成真的可能做出什么 难以预料的事情 眼看着顾念成的刀子 已经将云锦的脖子割出了一丝丝的血痕 苏北再也受不了了 他努力控制自己 不去看路南的眼神 他说顾念成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我跟着你走 你能不能放了我妈妈 苏北的声音 似乎都快哭出来了一般 就在这时 苏北一步一步地向着顾念成走过去 突然叶廷洛猛地出现在顾念成身后 他的手里不知道何时也多出一把刀子 他的刀子直接对着顾念成的脖子 他看着顾念成 眼睛里的神色非常复杂 他说顾念成放开伯母 不然我杀了你 我今天说到做到 叶廷洛不光声音很利 他一上来 就直接伸手割破了顾念成的脖子 比云锦的更加严重 顾念成的脖子传来一丝疼意 他没想到 叶廷洛竟然会过来对付他 他阴沉地开口 叶廷洛 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 现在你帮着外人来对付我 你这究竟是哪门子喜欢 只不过 顾念成没有说完 就被叶廷洛打断了 顾念成 你别恶心我了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放了伯母 我立马杀了你 大不了一命抵一命 叶廷洛说得很做得更狠 他的手下更重了 顾念成疼得倒吸一口气 如果真的这样下去 叶廷洛真的会杀了自己 到时候他不仅什么都要干不了 还会葬命在这里 想到这里他立马松手 我现在就放了云锦 你这下可以放了我吧 顾念成说着 松了手中的刀子 锋利的刀子光荡一声 掉在地上发出响亮的声音 云锦立马转身 他赶紧往前跑了两步 又怕又惊地看着顾念成 这下 你总能松松手了吧 你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会死的 顾念成像是在诱导叶廷洛一般 叶廷洛虽然表现得很辣 可其实他的手心都出汗了 看着云锦已经跑到苏北那边了 叶廷洛终于松了一口气 突然顾念成有点狗急跳墙 他拿枪 枪口直接对着叶廷洛的太阳穴 苏北 你今天要是不跟着我走 叶廷洛势必要因为你而死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只给你十秒钟的考虑时间 否则我就要开枪了 顾念成说完 打了一个口哨 像是暗号一般 可是他打完口哨之后 周围的海面上 却没有丝毫动静 顾念成愣住了 他跟林峰不是说好的 自己打完口哨 他就出来帮忙 帮自己劫走苏北吗 他人呢 顾念成的心头 顿时涌起一抹不好的预感 林峰该不会是林镇逃脱了吧 苏北看着叶廷洛闭着眼睛 一个劲的摇头 他却直直地向着顾念成走过去 顾念成我跟你走 放了廷洛 他本就喜欢你 你不应该这般伤他心的 苏北一步一步 坚定地向着顾念成走过去 似乎是苏北的话 刺激到了顾念成一般 他低头 看着自己手里的枪 直愣愣地对着叶廷洛 他突然像是拿着烫手山芋一般 直接松开叶廷洛 猛地冲向苏北 眼看着顾念成向着苏北扑过来 路南想都没有想 直接对着顾念成就是一枪 顾念成的左腿中枪 他猛地失足栽倒在地上 他看着苏北 还一个劲地往前爬 苏北 无论如何 我今天都要带你走 他没想到 自己明明安排得万无一失 到最后 却变成自己单枪匹马的行动 苏北无奈地摇摇头 顾念成 你的执念太深了 你害死了那么多人 难道你一点悔过之意都没有吗 顾念成明知道大势已去 却硬是要死撑着 他凶狠地强撑着站起来 瞪着路南 路南 你就算是杀了我 又能如何呢 你的助理云帆 不是照样被我杀了 你的岳父苏云天 还不是因你而死 你以为杀了我 你就能弥补这些过失了吗 你休想 路南看着顾念成 目光有点可怜 顾念成 有时候 我真的为你感到悲哀 喜欢你的人 你看不见也不懂得珍惜 不属于你的你却 非要去抢 你这是何必呢 我岳父的死 是因为我大意才被你害死 但是云帆你也太小看他了 他非但没死 还帮我解决了你埋伏的那些人 顾念成你输了 顾念成突然笑了他 笑得有点惨烈 是啊 我败了 苏北我现在明白了 无论我做什么 你这辈子都不会爱上我对吗 苏北看着顾念成 神色非常复杂 顾念成 你应该早就知道的 这辈子我只爱路南 顾念成瞬间面目增红 苏北你会后悔的 他的声音特别的诡异 四哭四愤怒 让人有一种站立的感觉 就好像 他还有什么事情瞒着苏北 是苏北所不知道的 突然顾念成 挣扎着向夜停落跑去 一把抱住他 夜停落你不是 喜欢我吗 那就陪我一起死吧 说着直接向外海跳下去 苏北慌了 停落 他的声音 方圆几百海里 几乎都能听到 外海虽然常常有游艇和船只出没 但是他们出海之前 都会做好安全措施 因为外海和大西洋相连接 如果海水过急 就有可能被冲入大洋 彻底被海水唾沫 苏北转身拉着陆南 陆南 你赶紧想办法呀 停落他跳下去了 陆南点了点头 北北 你不要着急 我马上让人去救他 因为怕顾念成在水里安排人 陆南在游艇的四周 都安排了水手 他们不仅熟通水性 而且还会全脚功夫 在水下犹如鱼儿一般 一般人不能奈他们如何 过了许久 才有人过来告诉苏北和陆南 夜停落被就上来了 至于顾念成 光天化日之下 杀了他太麻烦 既然他跳进海里一心求死 那也怨不得别人了 所以他的死活 根本无人问津 陆南抓住苏北的手 北北 刚掉进去 就被救了上来 夜停落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妈我也让人安排好了 他正在游艇五楼的房间里睡觉 他的情绪有点激动 我让人给他打了一剂镇定剂 你完了之后 好好劝劝他 陆南将苏北所担心的事情 都一一安排周到了 苏北转身看着陆南 陆南 我知道 这个婚礼你期待已久 却没想到被顾念成搅和成这个样子 是我不好 苏北的神色很是委屈 陆南伸手抱着他 北北 你在说什么呢 我们早就知道 顾念成今天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做的这些 只要你喜欢就好 再说 顾念成只是打断了我们的婚礼而已 他并没有成功带走你啊 苏北嘟着嘴看着陆南 你还说呢 你明知道的 我就算是不知道真相 我也不会跟着他走的 陆南紧抱着他 其实 婚礼只是一种形式 期待的 只不过是 你能为我穿上洁白的婚纱 你能陪着我 一起走红地毯而已 现在这些 我们都做到了 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看着陆南淡然的目光 苏北突然灵机一动 他拉着陆南的手陆南 你跟我来 苏北说着 拉着陆南走向他们刚才宣示的地方 他大声地开口 我苏北 愿意嫁给眼前这位英俊帅气的陆南先生 今生今世 无论贫穷富有永不离弃 陆南看着苏北脸上诚挚的光芒 就好像太阳为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陆南轻轻地亲吻着苏北的额头 他深情款款地看着苏北 北北 今生今世 无论发生什么 我也会同你不离不弃 一生一世一双人 苏北低声在他耳边 陆南余生请多多指教 陆南亲吻着苏北的额头 低声弥难 老婆大人多多承让 苏北笑倒在陆南的怀里 海风吹来 苏北的发丝和头沙 随风扬起 蓝天爱人大海游艇 形成一幅无与伦比美妙的画面 婚礼结束后第二天 苏北和陆南 亲自回苏家别墅 去看望云景 事情的前因后果 苏北一一为云景叙述了一遍 云景虽然难过不已 可是 他却没有昨天那般疯狂歇斯底里了 他跟苏北说 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 那你也不用再问我了 你爸爸已经死了 谁害死的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世界上 现在只剩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苏北难过地抱着云景 妈 不是你一个人还有我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一切都该在这里划上一个句话了 不管是好是坏 我们都要平静地去接受好不好 妈 云景看着苏北难过的神情 他缓缓摇头 北北啊 你也不用难受 我到了今天这一步 都是自己自作自受 你也别为我伤心 以后好好跟陆南生活吧 云景说完 就低下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事情 苏北无奈至极 可是却不知道怎么劝说云景 妈 那你好好待着吧 我先走了 我有时间就会回来看你的 苏北说完 云景这次啊抬起头来 嗯 我送你吧 陆南帮苏氏集团找了职业的经理人 现在 云景和苏北 只要坐等分红就行了 云景的物质生活 是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心理上的创伤 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愈合了 苏北和陆南离开苏家别墅 并没有直接离开家里 他们两个人 带着苏涵苏里 还有陆子苏 一行人向着七风家而去 虽然七风说 他不需要任何感谢 可是陆南觉得 自己还是得亲自登门拜访一下 毕竟他们 本来就缘分不浅 一年前就见过面 而如今 他们不可能忽略不济 这时陆子苏突然哭起来 而且这次 他的哭声比以往更大 更撕心裂肺 苏北赶紧从陆南怀里 包裹陆子苏 掏心掏肺地红起来 可是 这次 苏北再红也不管用 陆子苏似乎很难受 哭得一张脸都紫青了 苏北着急不已 陆南怎么办 我总觉得子苏最近不对劲 他老是哭 我们带去医院 也检查不出所以然 我好担心啊 子苏哭得这么难受 我好怕 陆南伸手抱住妻子 北北 不要着急 实在不行 我们先送他去医院 我让方平衍好好检查一下 等改天再来拜访七大哥吧 苏北含泪点点头 他看着陆子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心里难受极了 陆南车子一停下 他就抱着哭泣的陆子苏 往医院里面冲 苏北和两个孩子 紧跟在他身后 他们走到医院门口 就看见方平衍 一脸着急地在那里等待 孩子到底怎么了 方平衍担心地开口 我也不知道 紫苏这两天一直哭 我们带来医院 也检查了好多遍 可是医生都说没事 我们也只好信了 以为孩子哭是正常的 可是 他今天哭得特别厉害 而且哭声也不正常 就好像什么东西 卡住了喉咙一样 整张脸都变成铁青的了 陆南着急地说道 方平衍抱着陆子苏 一边往医院里面走 一边说 我找到了最权威的儿童专家 他会跟我一起 帮紫苏检查 究竟怎么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给你找出孩子的病因 听到方平衍的话 陆南点了点头 方平衍带着陆子苏 和几个专家进了手术室 大概检查了三个小时 他们才出来 方平衍神色严肃地走出来 他拉着陆南的胳膊 陆南 我有些话要跟你单独说 苏北一听 顿时着急了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什么事情 我也要听 是不是关于子苏的 他究竟怎么了 陆南你们不要瞒我 看着苏北难过着急的神情 陆南看向方平衍 算了 你说吧 我们是孩子的父母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都能承受得住 方平衍无奈地叹口气 好吧 既然你们这么说 那我就不避讳了 直接告诉你们 经过我和专家们仔细检查 发现小丫头 中了一种罕见的病毒 现在 我们只能等袁冰冰过来 这方面她比较专业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袁冰冰就算来了 也只能暂且为孩子保命 她的外公 靳国栋是这方面的老专家 看她能不能请其出马 只不过 我听说靳国栋的脾气很大 不是很好说话 传言她儿子不听她的话 没有继承她的衣钵 非要经商 气得她差点吐血 虽然她对袁冰冰这个外孙女 寄予厚望 但是这也改变不了她的脾性 想要她救人很难很难 面对好友 方平衍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全盘托出 陆南认真的看着方平衍 平衍 只要能救孩子 不管用什么方法 只要你告诉我 我一定能做到 陆南的态度非常的坚定 方平衍点了点头 我懂再等等吧 再过一个多小时 袁冰冰就来了 先让她看看 你带着嫂子 让她回去休息一下吧 我看她身体似乎很脆弱 陆南走过去 伸手将苏北抱起来 苏北的浑身 好像没有一点力气 就像是贪卵在陆南怀里了一般 她无力地靠着陆南 整个人双眼无神 北北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子苏出事的 苏北点点头 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晚上方平衍将袁冰冰接回来了 袁冰冰的毛子很是冰冷 她披头盖脸地就质问陆南 你们到底是 怎么给孩子当父母的 你可以说 你不知道孩子以前是怎么感染病毒的 可是这几个月以来 他都被注射三次这样的病毒了 现在哭得这么厉害 只是因为这一次注射病毒的时间到了 却没有注射病毒 你懂吗 陆大少爷 你这样照顾孩子迟早得出问题 袁冰冰的话虽然冰冷尖锐 可是听在陆南的耳朵里 却犹如一击惊雷一般让人心惊 怎么可能 我们家的婴儿室里都安装了监控摄像 孩子的状况一直挺好的呀 陆南还是难以置信 是 在你表面上看来是挺好的 那我现在告诉你 孩子在刚出生两个月后 就被注射了这种病毒 后面的每隔两个月 就会被注射一次病毒 到了现在 频率已经上升到 每隔一个半月 就必须注射一次病毒 不知道伟大的陆南先生 您做何感想 袁冰冰冷声说道 陆南一个大男人 都快站立不稳了 他努力 让自己稳住心神 他认真而严肃地 看着袁冰冰说 袁医生你确定吗 我十分确定 以及非常肯定 陆南 我告诉你 孩子现在的情况很危险 你最好彻查一下照顾他的人 问出点什么 不然的话 我想救他 估计也是难上加难 我现在努力想办法 先控制住孩子的病情 让他度过这次的发病期 再说 袁冰冰冷冷地说完 转身便离开 陆南连忙吩咐旁边的保镖 把刘嫂给我抓过来 看着刘嫂的到来 陆南很是气愤 冷冷地说道 说把是谁指使你的 刘嫂愧疚地低着头 都是顾念成让我干的 他抓了我的儿子和儿媳妇 我只能听他的照做 陆南听着刘嫂的话心 简直在低血 你怎么忍心呢 他还是个孩子 你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媳妇受伤 你就拿我们家紫苏 来开刀吗 你现在告诉我 婴儿室里有监控 你到底在哪里 给紫苏注射的病毒 刘嫂愧疚地低着头 我在卫生间 抱着紫苏去上厕所的时候 给他注射的病毒 真的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没有想到 那种病毒会那么严重 顾念成刚开始 让我注射的时候 他说那个东西 对身体没有危害 紫苏从小生长在他身边身体不好 他帮紫苏注射那个强身健体 再加上我被他威胁 只好听他的话了 陆南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顾念成死了 竟然还不安分 送他去警察局 把刚才的录音拿去当证据 陆南对门口的保镖说完 就向苏北休息的病房走去 到了病房 苏北已经醒来了 他看着陆南 你去哪里了 北北 我说了你不要伤心 这件事情 我迟早都要告诉你的 给紫苏注射病毒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的保姆刘嫂 陆南快速地说道 苏北吃惊 愤怒 他的神情 已经不能表达他此刻的情绪了 他那么相信刘嫂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看着苏北不解的神情 陆南无奈地摇头 北北 不是你的错 是顾念成这个畜生 他用刘嫂的儿子和儿媳妇威胁刘嫂 让他给我们紫苏注射病毒 紫苏的病毒 从出生两个月后 就一直在注射了 这次 是因为没有注射病毒 他才会疼得那么厉害 一直在哭 现在袁医生已经控制住了 但是要想治愈 怕是不容易 北北我不想让你难过 但是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次我们两个人面对的问题十分的严峻 苏北听到顾念成的那一瞬间 他的后背猛地发凉 为什么 为什么他在那么早的时候 就开始算计自己了 亏他还以为顾念成救了他和紫苏一命 他这跟间接谋杀有什么区别 苏北的手紧紧地攥在一起 如果此刻顾念成站在自己面前 他的手里有把刀 他一定捅死顾念成 他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陆南心疼地将颤抖的苏北抱在怀里 北北 我知道你难受 我也难受 我已经将刘嫂送往公安局了 他会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我们现在要面对的 是如何救治我们的孩子 陆南说 这时苏北突然说道 对了 我们可以去找林峰 他和顾念成关系那么好 肯定知道什么 陆南眼眸一亮 对北北你真聪明 今天林峰会去接玲玲 我们赶快回家 陆南快速说道 他拉着苏北的手 快速地向着外面走去 他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救治紫苏的办法 苏北和陆南回来 时间不久 林峰就来了 他看着屋子里的四个人 目光直直地看着自家妹妹 他说 陆先生 我遵守了承诺 在你们婚礼上 我没有帮助他 害他孤军奋战 最后不得不跳海 我这也算是兑现承诺了 现在我可以带着我妹妹离开了吧 陆南看了一眼 面无表情的林峰 我们并没有伤害林峰 而是好吃好喝地招待着他 想必你也能想到 我们是真心实意地 想要跟你合作 可是眼下有一个问题 我想请教你 如果你的答案让我满意 我立马放你们兄妹离开 林峰神色依旧没有多大的变化 他说 好什么问题你说 顾念成给紫苏注射病毒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吧 陆南的语气 非常笃定 林峰的神色 微变他点了点头 我的确知道 那你知道 这种病毒 究竟从何而来 有什么根治的办法吗 你也知道 孩子还小 我们不想让他出事 陆南平静地说道 这种病毒 从何而来我并不清楚 因为这件事情 应该只有顾先生自己清楚 至于根治的办法 有 但是你们不一定能办得到 顾先生自身也中过这种病毒 但是他后来好了 所以他的体内 应该有抗体供你们研究 当然这是其一 你们也可以 给紫苏直接注射顾先生的血清 对紫苏的身体 应该有直接的作用 林峰说的面无表情 陆南瞬间有点愤怒 可是你清楚 顾念成已经死了 他尸神大海 我去哪里找他的血清 是啊 你也知道顾先生死了 那我也无能为力了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林峰的神色 似乎没有任何忌惮 陆南感觉自己 好不容易找到一点渺茫的希望 现在又彻底断了 那种无力的感觉 没有人能明白 他看着林峰 一走带着林林滚出这里 陆南说完之后 目光看向窗外 胸口不断地起伏 林峰看了他一眼 二话没说 走过去拉着林林就往外走 看着林峰和林林离开 苏北想到 顾念成死前那一句 苏北你会后悔的 他现在终于明白 他是什么意思了 他一直都有恃无恐 因为他知道紫苏的命 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跟陆南肯定会全听他的 他的紫苏 苏北痛苦地抱着膝盖 慢慢地坐在地上 云帆无奈地看了苏北一眼 转身看向陆南 总裁 现在怎么办 陆南努力让自己振奋起来 不怎么办 帮紫苏找医生 我就不信 寻遍天下名医 都救不了我女儿 陆南的声音铿锵有力 苏北抬头看了他一眼 努力让自己站起来 林林和林峰走后 苏北和陆南 还有云帆 他们红着眼睛 很显然刚才的对话 他们都一字不漏地听见了 爹地 妈咪你们不要难受了 我和小林也会想办法的 我们现在打算离开 我们到了训练基地 让我们的教练 帮我们想想办法 他见多识广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一定能救妹妹的 苏翰坚定地说道 陆南点了点头 好 你们去吧 记得平日里小心点 别让我跟你妈咪担心 苏领重重地点头 爹地 妈咪 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们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让自己强大起来 不会再让任何人 欺负算计我们家人 陆南欣慰地点点头 他转身 看着云帆他说 云帆 我和北北去医院 找袁医生和方平衍 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你送小韩和小领离开 云帆点了点头 苏涵和苏领 被云帆送着离开 苏北和陆南 马不停蹄地赶往医院 他们过去的时候 袁冰冰和方平衍 正在商量如何控制紫苏的病情 苏北和陆南听了一下 袁冰冰的大致意思是 他现在研究出一种病毒 虽然不能消紫苏体内的病毒 但是却对他有克制作用 可是 这种病毒 也只能够为紫苏争取六个月的时间 每个月 紫苏都要注射他研究的这种病毒 可以让他继续活下来 等他们研究 或者找出紫苏体内原本的病毒抗体的时候 袁冰冰可以先给紫苏 注射自己研究的病毒抗体 让紫苏消除一种病毒 然后再消除原本的病毒 苏北听了半天才开口问道 是不是跟已毒攻毒有点相似 袁冰冰看着苏北点了点头 理论上是这样 所以 你们要在这半年的时间内找到办法 不然的话 我也无能为力 紫苏的病情 或许只会更加严重 苏北点了点头 他的眼泪 似乎又不争气地溢出眼眶 他的宝贝 要忍受这么久的痛苦吗 袁冰冰看着苏北这么难受 他也有点不忍心 其实 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办法 那就是 去找我的外公进国洞 他或许有办法 能够帮助你们 就算是他不认识这种病毒 给他半年的时间 他或许也能研究出这种病毒的抗体 所以 去找他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 可是我在这里 也不得不告诉你们 我外公不会轻易答应的 紫苏的事情 我早上已经跟他说过了 他根本不理会 能不能请动他 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孩子现在在我这里 我不会让他出什么大问题的 袁冰冰说得很是坦然 陆南第一个站出来 好 我们就去找你的外公进国洞 只不过 我想让袁医生 将你所知道的 你外公的邪恶告诉我们 这样的话 我们也好对症下药 让我们明白 究竟用什么办法 才能请得到他老人家 袁冰冰笑了笑 其一 你们见了他 可千万别喊他老人家 他最讨厌别人这样喊他了 更何况 他的注容美颜医术也很高明 我的整容就是跟他学习的 他现在看起来 其实比陆总大不了几岁 陆南吃惊的张大嘴 那岂不是个老怪物 袁冰冰挑了挑眉 你也别这么吃惊 他的性子本来就很古怪 你们想要说服他 基本是不可能 但是你们要是 你能说服他的儿子 也就是我的舅舅 或者是我的表哥 去跟着他学医的话 我估计他肯定会立马答应你们的 只不过 我觉得 可能性也不大 我舅舅喜欢经商 我表哥也跟着他经商 没有人 继承我外公的衣钵 而且 我舅舅年纪也大了 现在开始学医 估计有点晚 你们可以去说服我表哥 让他学习 不过也困难 我表哥是个经商天才 先不说我舅舅不会同意 他自己估计都不会同意 陆南无语地看着袁冰冰 那你说了半天 究竟说了个什么 袁冰冰别别嘴 就是告诉你们事实啊 的确很困难 但是也不是不能试一试 当然前提是 你们有本事 陆南刚想开口 苏北就抢先说话了 他着急地看着袁冰冰 那你能告诉我们 你表哥的具体信息吗 我表哥名静东 最近好像也在南西市 袁冰冰说到 苏北和陆南军事一愣 静东 陆南还没有开口 苏北就已经激动地 抓住袁冰冰的袖子 他说你说的静东 是凌峰集团总裁静东吗 袁冰冰的眼神有点诧异 虽然我表哥的确很出名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们认识他 苏北激动地连连点头 陆南恩了一声 谢谢袁医生 我想我们大概有办法 请静国栋先生出马 医治紫苏了 袁冰冰想了想 思考到陆南的身份 他的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 既然这样的话 那最好不过了 我在医院看着紫苏 等你们的好消息 陆南点点头 十分开心地说道 三分钟后 陆熙熙带着静东来到了医院 哥出什么事了 陆熙熙着急地说道 陆南认真的看着陆熙熙 是这样的熙熙 顾念成在紫苏的身体里 注射了一种病毒 所有的医生都束手无策 眼下只能通过静东 请他爷爷出山 陆熙熙一听 整个都愣住了 静东更是愤怒地说道 没想 打顾念成居然对已了小婴儿出手 我先去看看紫苏的情况 再去请我爷爷 静东看着陆南认真的说道 袁冰冰点了点头 他一边走一边 还忍不住说 我都没有办法 你这个半调子 能有什么办法 你还是好好经商吧 静东无语地白了 自家表妹一眼 你才是半调子 快带我过去 说着便直接上手拉走袁冰冰 静东检查得很快 他检查完之后 看着袁冰冰 你又给他注射了一种 想克制的病毒 袁冰冰吃惊地看着静东 表哥 没看出来啊 你这么厉害 比我这个专攻的都牛啊 一眼就能看出来 静东笑了笑 这就是病毒和中医相结合的部分 老爷子没有教过你 实属正常 这是他的看家本领 通过人的气色的呼吸脉搏等 就可以判断出来 他的体内有几种病毒 而且是相亲和的 还是相互克制的 袁冰冰瞪了静东一眼 你还好意思说 外公不给我这个当医生的教 非得给你这个经商的教 也真是怪了 再说 他最讨厌别人叫他老头子了 你还是悠着点 静东没好气地看着袁冰冰 看吧 这就是你小心眼了 你的艺术水平还有天赋 爷爷比谁都了解 他给你教的 都是适合你的 再说了 我学的这些东西 你未必能学会 现在也不适合学 到了一定的水平 爷爷自然会教你的 袁冰冰叹了口气 但愿是这样吧 静东也不再跟袁冰冰说家常 我有个药方 待会儿给紫苏配药 他可以让两种病毒 在体内相互克制的同时 不会发生突变 袁冰冰点点头立刻去办 静东随后夜走出病房 苏北和陆南跟着走了出去 他看着静东 静东谢谢你 静东无奈地摇摇头 低声在陆南耳边 你就别一直说谢谢了 等我彻底地救治好小丫头 你再说 谢谢也不迟 再说了 我还等着自己娶嘻嘻的时候 你把关的时候 能给我通融通融呢 还有想让我爷爷过来给他看病 简直天方夜谭 所以我决定抱着紫苏过去 让爷爷亲眼看看他 陆南看着他 你有把握让你爷爷出手吗 静东沉声说道 我尽力 我一定会说服他的 陆南快速地说道 好那我立刻准备飞机 我们下午就出发 苏北眼神一直盯着病房内的小紫苏 只要女儿有救 让他做什么都愿意 下午路南苏北 静东路西西四个人 抱着孩子一起上了飞机 袁冰冰和方平衍都没有离开 留在了医院里 飞机起飞 苏北看着擦肩而过的白云 心里起抖 如果上天能够让紫苏好起来 让他做什么都愿意 南西市距离林市 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飞机直接降落在 静家的停机坪 静国洞原以为是 孙子要回来看自己 结果看到 飞机一降落 里面走出来这么多人呢 他老人家顿时愣了愣 他伸手的管家 也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 看来小少爷这是回家 给老爷找事来了呀 静东上前走了一步 苏北和陆南抱着陆子苏 下意识地看向 静国洞身后的老管家 他们以为 那才是真正的静国洞 毕竟 静东的爷爷想想 也应该七老八十了吧 可是 令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 静东直接走向那位 年轻俊美的男子 恭敬地喊了一声 爷爷 苏北和陆南 还有陆兮兮 三个人都傻眼了 苏北这下算是彻底明白了 为什么静国洞 不愿意别人喊他老人家了 这长相 现在出去 十八岁的小姑娘 怕是前仆后继吧 真是绝了 这祝容养颜的本事 绝对是世界一绝 静东喊完爷爷 静国洞冷哼了一声 仰着头看上去很是不高兴 静东无奈地摇摇头 转身向着众人介绍 这是我爷爷 静国洞 你们可是称呼他 静少或者静医生 他干巴巴地笑了一声静少 静东看了陆兮兮一眼 赶紧过去捂住他的嘴 他看了一眼静国洞 爷爷 他刚才什么都没有说 您肯定是幻听了 静国洞看着陆兮兮 小姑娘很有胆量啊 看着我 还能发出呵呵的讽刺笑声 你都不怕我对你不客气吗 陆兮兮不怕死地看着静国洞 我有什么好害怕的 你明明已经七老八十了 还不承认自己老 非得让别人称呼你静少 再说 你长得这么年轻 怎么能对得起自己的年龄 我看 叫你老妖怪还差不多 陆兮兮不带打嗑的一口气说完 静东早已目瞪口呆 从小到大 他虽然违背了爷爷的意愿 没有去学医 可是他还从来没有见过 有人敢这么跟老爷子说话 他都不知道 敢探服陆兮兮 还是为自己默哀了 陆兮兮这么挑战爷爷 以后他俩要是在一起 怕是老爷子会不遗余力地反对吧 静东哭丧着脸 谁料 静国洞看着陆兮兮 突然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他开心地看着陆兮兮 这丫头和我心意 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听过 有人跟我说实话 小姑娘 告诉爷爷 你今年多大了 叫什么名字 苏北和陆兮对视了一眼 这脾气 也没谁了 果然是非常诡异啊 陆兮兮别了别嘴 我叫陆兮兮 跟你孙子差不多大 只不过 虽然我的年龄在这里 可是你不觉得 你长成这样 我叫你爷爷 不仅有压力 还很有违和感吗 静国洞笑的开心 没事 小丫头 你随意就好 你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总之看见你 我就很高兴 你也不要有压力 既然是我家臭小子带来的 就随和一点 把这里当成自己家 静国洞说完 带着众人向着里面走去 苏北一进客厅 就着急地看着静东 静东点了点头 他走向静国洞 他说 爷爷 你也别装傻充愣了 我们这次来干什么 想必你也清楚 能不能帮那个小丫头看看病 您给一句准话 静国洞随意地看了一眼陆子苏 这么大一点 就感染了病毒 你们是怎么照顾孩子的 只不过 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会帮他看的 静东看见苏北的眼眶 似乎都红了 他顿时有点急了 爷爷 你怎么能这样呢 只不过是看个病 本就是您医生的职责 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静国洞冷哼了一声 我是医生 可是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再说了 天下可怜的人那么多 难道每一个 都要让我去救死扶伤吗 我告诉你 臭小子 我还没有那么伟大 你另请高明吧 静国洞说得很是冷血 陆兮兮顿时皱起了眉头 刚才看他笑得那么开心 还以为这个老头 很好说话呢 结果现在一听他的意思 立马就变卦了 陆兮兮直接站出来 你到底想干什么 想逼我们一下飞机 你就知道了我们的来意 你把我们迎进家门 现在又一副甩手掌柜的样子 你这是刁难谁呢 静国洞笑了一声 悠喝 小丫头有骨气啊 你还真猜对了 我的确是在刁难你们 他走过去 在沙发上坐下来 环视了一圈 这次 慢条斯理的开口 首先 想要让我出手 也不是没有可能 当然只是出手 并没有一定要救活 就这样 你们也得答应我三个条件之一 我才能去做 想要我拼了老命 救活这个小丫头 那么三个条件 你们必须答应我其中两个 哎呀 你赶紧说吧 别卖关子了 陆兮兮有点着急 静国洞嘴角勾了勾 别急 听我说 这齐一吗 你跟我们家 这个臭小子 能跟我学一 这齐二吗 他能帮我找个孙媳妇 还要立马结婚 至于最后一个吗 你要是能嫁给我们家臭小子 并且代替他学一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陆兮兮了敏唇 为什么这条件 都跟我和静东有关系啊 能不能是别的条件 静国洞的脸顿时拉下来 不行 其他条件一律免谈 陆兮兮无语至极 他看着静国洞 倒不是说怎么样 你这条件也太坑了吧 说是三个满足两个 就能救孩子 可说到底 就是一个要求 我跟静东结婚 其中一个跟你学一 你至于这样忽悠我们吗 陆兮兮简直要吐血 这老头子 简直跟常人完全不一样 对啊 我坑的就是喜欢 我喜欢忽悠你们 那你们也没有办法 不是 静国洞完全不以为然 陆兮兮无语地看着静国洞 魏毛他觉得 这个老家伙为老不尊呢 他深吸了一口气 转身看着静东他说 静东 你愿意娶我吗 静东愣住了 静国洞顿时着急了 傻小子 人家姑娘都问你了 当然是毫不犹豫地说娶啊 静东有点正松 他看着陆兮兮好半天才开口 兮兮 你是因为想嫁给我 才问我这话 还是因为紫苏 所以才这样问我 陆兮兮无语地伸手符合 这夜孙俩的大脑回路 为什么就跟常人差别这么大呢 这有区别吗 陆兮兮没好气地问道 区别大了 静东皱着眉开口解释道 如果是因为紫苏 并不是因为你爱我 那么 你真的没有必要勉强自己嫁给我 如果是爱我 我觉得 自己肯定是中了彩票了 而且还是无数个异的那种 陆兮兮吃惊地张了张嘴 他在坐在那里 身体僵硬了半天 他才干咳了一声 那个 这个 其实 其实你说的那些都不重要了 我问你愿意娶我吗 是因为我爱你 也是因为我要救紫苏 两者都有 请问你还想说什么 如果没有 就请回答我最初的问题 你愿意吗 静东虽然早知道陆兮兮的想法了 可是听到他亲口说出来 还是异常 激动他连连点头 我愿意 其实 我就是那么一问 不管是你因为什么 只要你说 我肯定娶 陆兮兮有点不好意思 他傲娇地养着小脑袋 这还差不多 静国东一脸得逞的笑容 却还嫌弃地 看着陆兮兮和静东 哟哟哟哟 还在我面前秀恩爱 你们俩得了 陆兮兮美好气地 瞪了静国东一眼 还不是因为你说的 不然我怎么可能给他求婚 要求婚 也是他应该主动的 静国东笑了一声 这么说 倒还是我的错了 陆兮兮哼了一声 那可不是 肯定是你的错 我愿意跟静东结婚 然后我跟着你学医 以后 如果我生两个孩子 其中一个 我也让他们跟着你学医 这下你总该满意了吧 能不能给我家小侄女 看看病啊 静国东连连点头 那当然必须看 现在我们的关系 都不一般了吗 孙媳妇你说是不是啊 快把那个小孩抱过来 跟着我走 我先去好好检查一下 苏北感动地点点头 立马把紫苏 交到陆兮兮手中 谢谢静医生 静国东笑笑 消失 检查结果 估计还要等几天 这几天 你们就在家里好好住下来 等孩子的身体好起来 顺便看着我家臭小子 和兮兮丫头一起把昏结了 就在静国东 带着紫苏去检查的同时 苏北的手机突然响了 苏北拿起手机 这一看他 彻底僵住了 手机上 赫然是一条触目惊心的彩性 彩性的图片 是一个浑身腐烂的人 面目早已看不清楚 号码是陌生号码 还附带了文字 苏北 我说过 你会后悔的 苏北看到这句话 感觉自己后背都在发凉 顾念成不是已经死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这句话 像是他的口吻说出来的呢 苏北连忙恐惧地喊道 陌南 陌南 陌南连忙关心道 北北怎么了 苏北一把抱住陌南 语无伦次地说 活了 陌南 他活了 陌南有鬼顾念成他是鬼 陌南皱眉 他抱着苏北 将他的小脸微微移开 北北 你到底在说什么呢 什么顾念成是鬼 活了呀 苏北看着陌南 好半天才缓过来 他拉着陌南的手 快速地走向手机 陌南 顾念成他 给我发短信了 苏北说着 将手机拿起来 他刚将手机拿到手里 手机突然又响了一声 苏北吓得差点将手机丢在地上 陌南快速地将手机 从苏北手里拿过来 手机上刚才又有了一条短信 陌南快速地打开 翻看短信内容 苏北 后悔没关系 因为还有我 我是你后悔的退路 刚才的图片 只不过是HCT病毒的一种死亡方式 是不是很爽啊 陌南看着这条短信 彻底地皱起了眉头 他将短信往上翻了一下 就找到了上一条 看着那条彩信 他终于知道 苏北为什么这么失控啊 陌南盯着两条信息 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他终于明白 这个彩信上人的腐烂死状 还有那个HCT病毒 应该就是紫苏感染的病毒 这个人 就算是不是顾念成 也跟顾念成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们只要找到这个人 紫苏说不定就有救 陌南将这个陌生号码 再次拨打过去的时候 已经是空号了 陌南让人去查 也没有查出来什么消息 苏北看着陌南 他总觉得有点瘆人 陌南 你说是不是顾念成 又活过来了 苏北有点忐忑 陌南伸手揉了揉 他的脑袋 北北 你忘了 林峰说过 顾念成的身体内 也有这种病毒 只不过他却活过来了 说明他体内有抗体 只要他活着 我们家紫苏就有救 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啊 只不过 顾念成是我们亲眼 看着葬身大海的 我们不相信别的 但是应该相信 我们眼睛看到的 现在我们 什么都不要想 这件事情 我会继续追查的 但是极有可能 就是别人的恶作剧 你不要太放在心上好不好 苏北看着陌南 艰难地点点头 我知道你的意思 可是 只要看见这种信息 我总觉得 不像是别人 只有顾念成的口吻 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而且 陌南你知道吗 我现在真的 什么都不想去想 我只想让紫苏好过来 陌南抱着他 我知道 北北 你的想法我都知道 你放心吧 紫苏肯定会有救的 陌南哄了苏北半天 他才慢慢冷静下来 虽然陌南这样 跟苏北说 可是其实他心里 也不是很踏实 他等苏北睡下之后 他便安排人 去查这条短信的来源 就这样 两条短信引起来的心慌 慢慢地被压下去 第二天一早 吃完早点 进国洞江苏北和陌南 还有进东和陆西西 四个人都叫到书房 他说 这种病毒 我活了几十年还没有见过 应该是这两年才研究出来的 按理来说 最快的办法 就是找到患过这种病毒的人 他们如果活下来 体内肯定会有抗体存在 我们可以直接用来给孩子注射 说不定就能恢复过来 当然了 这是最快的办法 但是现在也只能用这种办法 因为孩子最多只能坚持半年 而在这半年时间 凭借人力去研究 孩子肯定是等不及的 而且 就算是你们找到了这种病毒的抗体 我们也不能直接给小孩子用 你们都知道 病毒容易变异 在每个人体内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必须先看看 两个病毒有什么区别 然后根据这个 给小丫头研究出新的血清注射 这才是救命的方法 苏北彻底猛住了 可是 这种病毒 您都没有见过 我们去哪里找啊 半年的时间在茫茫人海中 寻找一个患有新型病毒 且存活下来的人 实在是太难了 陆南的神色 也非常凝重 陆熙熙皱着眉 这不等于没说吗 感觉还是希望很渺茫的样子 陆熙熙说完 静东拉了拉他的手 熙熙 注意苏北和陆南的感受 不要口无遮拦 陆熙熙自责地吐了吐舌头 可是他说的也没有错呀 陆熙熙看着苏北有点无奈 静国洞深吸了一口气 我了解了一些消息 大概知道 这种病毒是从东南亚传来的 我建议你们分两波 一波去找有抗体的人 一波去找我需要的药材 苏北赶紧点头 我一定会努力去找的 不管有多难 我都会拼了命地去找 陆熙熙眼珠子转了转 我要去 嫂子哥 这件事情 你们没有该苏爸妈和奶奶 就是怕他们担心吧 正好我可以去啊 让外人去你们也不放心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好不好 苏北听到陆熙熙的话 下意识地看向陆南 陆南想了想点点头 可以是可以 但是那边都比较乱 你一个人 我有点不放心 陆南刚说完 静东就站出来 没事 你们放心吧 我陪着熙熙去 我们兵分两路 到时候 争取尽快把需要的东西凑齐 陆南点了点头 他的心有点沉重 静国洞刚刚将所需要的药材 还有地图都给他了 他并不觉得有多难找 可是最后一种 这种病毒的抗体 真的不好找 眼下所有的途径 似乎都需要找到 体内有这种病毒抗体的人 茫茫人海 就算是规划了范围 也不好找吧 陆南刚想到这里 就听见手机响起来 他看着静国洞 不好意思 我先接个电话 陆南说着接起电话 云帆的声音急促地传过来 总裁 不好了 顾念成没有死 陆南的神色立马崩住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总裁 我说顾念成并没有死 我接到灵灵的电话 他说 因为顾念成救过林峰一命 林峰那天虽然答应我们 没有去帮顾念成 他却独自潜入海里 及时将顾念成就上来了 所以说 顾念成并没有死 这个消息 还是灵灵今天早上 才偷偷告诉我的 云帆说 陆南沉生 还有更详细一点的情况吗 云帆想了想 对了 我听说 林峰这次救了顾念成 说是还了他当初就自己那一命 顾念成养了几天伤 就跑去东南亚了 据说他在那里认了一个干爹 对方有权有势 对他很好呢 陆南深吸了一口气 那就全对上了 我们来找静国洞先生 他帮紫苏检查了之后 你放心我会去找他的 而且 就算我们不去找他 他也会来找我们 你再继续打探消息 有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联系我 我先挂了 陆南说完就挂了电话